開放人員裡面有錄製聚集 其實可以把剛剛的動作錄製下來 你其實也可以改一些參數 然後再做一些變化 甚至可以自動產生你要的很多 相關的視覺化的圖報表 它也會自動像這個地方一樣 自動產生一個工作表 然後自動把表 圖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甚至還可以大量批次的 就是一個工作表裡面可以放各類的圖 看你要怎麼繪製 都沒有問題 OK 只是說這個複雜度相對還是比較高 目前 可能對同學來說還是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之後看有沒有機會 再跟各位說明 然後 我是建議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把剛剛的動作錄製聚集 錄下來看看 看裡面有錄到什麼東西 我可以的話可以做一些修改 是可以修改 只是說因為你目前的那個功力可能還沒到那裡 最後的話 順便講一下就有關那個 後面我這邊有多一個就住宅切到的那個資料的下載 那你會發現 其實網路上的資料 就有點像爬蟲 這個爬蟲部分的話 如果你假如像開放之下 或者將來人家提供給你一個 下載的 路徑 像一個 CSV的雲端的 位置下載 那你會發現 這邊其實 你按下載 他就 他就 他就點一下 他這邊就幫你下載下來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不要麻煩 你希望就是說 你可以 不用下載再打開 而是 把這個路徑 有沒有 按右鍵 複製 連結網址 那個網址你知道之後 他就是一個網路上的一個位置 然後你可以直接 用程式的方式 把它抓到哪裡呢 抓到我們的那個 就是 Excel裡面的話 那這樣的話 相對你就不用在每次都 在用開啟的方法打開來 如果之類有更新的話你直接抓下來就好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所以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我這邊提供給各位 就是一個 補充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下面 這一段 有沒有 這個Sub 到EndSub 那這一段 程式的話基本上就在做什麼 我demo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就是直接去抓 這個網址 其實那個網址就是這一串 就是我把 那一串網址 剛剛按右鍵 複製這個下載這邊 複製之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HTTP 有沒有 分號到雙引號 這一串 因為它其實網址還蠻長的 然後呢 裡面其實只是怎麼樣 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呢 做幾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有插入 兩欄 有沒有 所以我後面補了三行 就是插入兩欄 拿兩欄 E藍到F藍 所以這個是 Colens 剛剛講 Colens 物件 就是 處理什麼呢 處理藍的部分 然後呢 再到 因為插入之後 E跟F 所以在E1 E1指的是 E1儲存格 裡面加一個字叫區 然後呢 在F1裡面加一個 入街道 意思是說啦 剛剛所有做的動作 你如果不想要 每次都來一遍的話 那你直接執行這一段程度就OK了 我修一次 Sub 當然要在Sub 把它Ctrl C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修一下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貼到哪裡了 記得一樣貼到模組的最下面 好 當然Sub 你也可以增加一個按鈕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我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好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當然你也可以像我剛剛講 你可以按F8 有沒有 主行跑 F8 他這個好像就會 他一定要跑這個Function OK 不管他 直接直接跑到這裡 這個是清除 這一行的意思是說 把這裡面所有的資料 清空 叫Sales.clear 就是清空全部 然後 這一行的話 實際上就是 真正的去下載 那裡面實際上是用 用的一個物件叫什麼 叫做 query query就是查詢 Tables 這個query table Tables就是資料表 那也就是說 有點像什麼 查詢資料表 那這個資料表在哪裡 可能在網頁上 幫你把它抓到 所以add connection 然後他的資料來源是test test是文字 從這個地方 這個網址剛剛貼上 放在哪裡呢 destination 就是 放在我們的range A1 意思是說下載完之後 直接就放在 A1儲存格 延伸出去 OK 然後這個950指的是 Big 5的編碼方式 然後我們來跑一下 這個Big 5 然後真正抓的話是 這一行 叫 什麼 Refresh 在背後幫我query 等於是幫我把 直接前景 幫我抓 所以這個時候跑的話 你會發現他在轉圈圈 就從網路上抓下來 所以其實主要是這一行 上面只是相關的參數 然後end with 就結束了 好 那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呢 就被倒到這裡來了 OK所以以後啦如果假設 你們想要抓網路資料的話 你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你會發現 改的話其實只有改哪裡 改 這個後面 有沒有從那個分號後面這個http 到這裡啦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本來是這樣的 我實際上是 拿那個剛剛這個 大平台這邊按右鍵 把這個下載的這個 本來是點那個左鍵 他就下載 那我是改成按右鍵 把它 複製這個連結網址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有沒有 分號 跟雙引號的 這個一定要留啦 文字然後 分號的後面 雙引號的前面貼上 就這個 他就可以幫我把他下載 你會幫他下載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我們剛剛還做什麼 插入兩欄嘛 我希望在那個 E跟F 這兩欄 幫我插入兩個空白欄 如果你要寫成VBA程式的話 你只需要寫這樣的 Colens E跟F 幫我insert 有嗎 insert應該是個字會拼吧 鍵盤上有insert這個單字嘛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是什麼 就delete 鍵盤上也有 有沒有 insert就是 插入欄 如果你要兩欄的話 就是E跟F 如果E的話 就插入一個E欄 而已啦 然後 這一行 我把這個run 這一行執行 有沒有發現 E跟F就誕生了 有沒有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盡量善用那個什麼 剛剛講的這個 就這個地方 這個function都會run到 就是這個 所以以後的話 叫做 colens OK 刮弧 E到F 那將來如果你要更多欄的話 比如說 E到H 它就是 E到H OK 後面只要點insert就可以了 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 你要列 像這邊是插入欄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插入列的話 對 改一下 叫ros rows ROWS 刮弧的話 你就是第幾列到第幾列 點insert也是可以插入列 OK 刪除的話 就點delete 應該可以了解 再來的話 就是 在E1上面加一個字叫區的話 就是把這個區這個字放進來 有沒有 然後把入接到這三個字放在這裡 F1 這樣子 這樣子 那後面如果說 你想說 老師那我後面如果說我要順便幫我把資料 順便完成的話 那其實 你還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call 入街道就可以 就是 你比如說你 跑完 那你順便把 這個sab執行的話 你就直接 在這個城市的 這個地方加一個call call的話就呼叫的意思 然後把sab後面的名稱貼到這裡來 call入街道 然後我把他移上 城市 跑快完了 你可以倒車 移上去就好 他會倒車 OK 所以 這個F8還蠻好用的 城市是可以倒車的 這個 儲租環境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按F8 他會跳到路街道 跳到這裡來 然後去執行什麼 入街道的動作 就這些 我把他全部跑完了 全部執行 全部OK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等於是說如果你要把全部的程式 變成一鍵完成的話 那就是 剛剛的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我執行好了 現在全部跑一次好了 等於我這邊不適合中斷 全部跑一下 全部OK了 有沒有 而且城市還沒有跑得很多 現在只是說 多跑一個動作而已 未來如果你要全部 更多 甚至把那個 跑下來的東西 再結合樞紐分析表 結合樞紐分析圖 甚至 你要想要 產生什麼東西 就會全部自動完成 OK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的城市是放在 這個 我們最底下 最下面這邊 我只有再增加一個call 放在這裡 call 那個名稱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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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